在市長的代理之下,我們希望到我們台北市能夠變得繽紛 賴清的內閣有什麼期許? 認重道元,其實還是很多事要做,所以認重道元,加油,辛苦了 戰鬥內閣上任? 差不多吧,反正我想應該是準備2018的選舉,所以應該是戰鬥內閣 有人說當局勢院長就無法選總統,這樣會不會對賴清德斷了他以前的共鳴? 我跟你講,凡事都有第一次 有人說蔡總統是成功抽選賴清德嗎? 不用想那麼多吧,大概這個時候也是這樣做,不然要怎麼做我都不曉得 你覺得這樣對賴清德是好事嗎? 不是啦,常常是這樣啦,很多事情就是因為困難才找你,做得好就大功一點 市長有人說你要弄垮一個人就把他送到當行政院長就好了,你怎麼看? 因為葛魁是個消耗品啊,對 其實我有看過林佐水的一篇文章,好像2000年到現在行政院長平均認期是1.33年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這個表示雙手掌制度好像還怎麼,這製度上是有一些問題 市長,兩個強勢的雙手掌會不會造成問題? 不要評論個人,不過坦白講,中華民國政府組織雙手掌制度是有問題 市長會不會擔心賴清德少任之後兩岸關係更惡化? 反正都已經到這裡惡化不到哪裡去了 有名義基礎,有一個很高的名義基礎,就是說如果用比較俗語來講就是本錢比較厚,而且它有很大的態系在支援 市長,問一下那個因賴體制對你未來台北市市政,你覺得是有利還是有危險呢? 其實我跟賴清德還蠻好的,而且我們兩個在講話別人都聽不懂 因為我們用醫學名詞,那只有兩個聽得懂,有一次我就試驗過了 我們兩個開始用醫學名詞,要做比喻也這樣講 奇怪,旁邊都聽不懂,兩個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這表示說我們同樣是醫生還是有共同的語言 你是預期在2024年選總統嗎?那會不會跟你會對到? 我跟他說齁,明天的事都很難預測,還會講到2024 你說2020不是這個選總統嗎?那2024有可能你跟賴清德會是兩顆大明星嗎? 我跟他說齁,作為一個急重症醫師出身的人,我都覺得講這種都沒有用 我就每次講說你知道不知道四年前的現在我在哪裡 市長,國民黨絕食不用五個小時好像不夠厲害 絕食五個小時,不要再批評別人太好笑了 那好笑點 好啦,我們再一題 你覺得不好笑嗎? 好,謝謝 市連開 市長,台北市連開